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人好像欣赏你 关心你 我就很容易相信他们 很容易将自己的身体付出 因为我希望这件事令到他们开心 他们就会爱我 就算那些人骗我 我都相信 三四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把我放在家庭寄养 她可能一个月才来探我一次 其中一个家庭 她有个十五六岁的青年 很多时候是她看着我 我在她家的半年 她性侵了我无数次 但我不敢跟别人说 去到七八岁的时候 可能看到一些报纸 又理解一下 开始知道她不是普通的性侵法 是她去到最严重的那些 当我和我妈妈说 但我妈妈反而觉得 你是不是想怨我 我觉得如果连妈妈都不会明白我 她是我的经历 那我为什么要让人知道呢 把自己想要的伴侣 我就写了十几样出来 我想要一个很西化的伴侣 要爱主 要敬畏 另外要风趣 要开朗 要喜欢运动 要喜欢运动 我曾经在香港 这么多年 我曾经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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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见过很多 中国人 有些人都会让我笑 真正的 真正的 而Rebekah 做了这些 我们跑步 打网球 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 很开心 跟我以前拍拖的 就是出去喝酒 或者去吃饭 去看电影 是很不同的 我们两个都有很多的关系 就是男女关系 甚至我老公也有很多 一夜站 我以前拍了很多散拖 但当我一直渴望 龙神祝福婚姻 其实我会觉得 是想有个圣结 可能这个世代的人会觉得 为什么要守圣结 圣结是什么一样 那么重要的东西 其实不是单止用个圣 是去连结着我们 而我们知道 我们中间的连结是 就是神在上面 就是在我们的中间 那么我觉得 对于我们的 婚姻以后的日子 是会有更大的祝福 很感恩 我们拍拖到结婚的时候 是完全受圣结的 这个无愧的良心 令到我们的婚姻 是走得很轻散的 所以我们的婚姻 都会有更大的 我们的婚姻 都会有更大的 我们的婚姻 都会有更大的 虽然我很忙 我老公每一天 回来见到我 他就一定要捉紧我 很想知道 我们每一天 大家做了些什么 他会听完我说 我又会听完他说 我想这件事 都会令到 我们对大家的信任度 是非常之高 外面如果 叫做所谓 可能见到一些 很欣赏的人 我想首先 第一件事 我们不会再想 情欲 因为我觉得 情欲是一刹那 如果为了一个一刹那的情欲 去破坏了一段婚姻 我觉得很不值得 要自己学会 去画一个界线 不要令到自己 试探 也不要去试探人 我想 有了这件事的想法 就真的 七年来完全 都不会有任何 对我们的婚姻 有效应是没有的 我会觉得自己 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我对性的事情 又很害怕 假扮不知道 后来是很随便 如果 我不是相信了 我相信 我今天 我一定是更加随意 我想我是 我不介意 跟别人亂搞 但搞完之后 我是不会开心 而我老公 当他知道 我小时候的经历 他真的给我 我一直想得到 我妈妈的安慰 他说他看到我 都是最美好 我会觉得 耶稣 是透过我 老公 给了我一个肯定 我不用再做很多 很多的事情 去 装扮自己的圣件 那种 那种负担 是完全好像 突然之间 一个重的东西 拿走了 那种负责